王阳明是明代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但是他最重要的哲学思想 却是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变化 才最终形成和完善 那么标志王阳明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究竟是什么 这种哲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们 到底会有怎样的启示 今天关注系列节目 传奇王阳明 第十三集 良知之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阳明在赶州和南昌的评判战争结束以后 他并没有真正受到朝廷的嘉奖 反而因此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猜忌 无限和诽谤 面对这一系列不公平的遭遇 王阳明既没有垂胸顿足 悔不当初 也没有为自己变白身伤 而是在冷静的思考中 完善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杨明学 提出了支撑杨明学最重要的学术观点 良知学术 那么处于逆境中的王阳明 究竟是如何提出良知学术的呢 浙江大学教授董平先生继续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解读系列节目 传奇王阳明 第十三集 良知之教 评判战争结束以后 杨明先生不论是在赣州 还是在南昌 他一直没有停止他的思想活动 一直没有停止他的哲学思考 他一方面在处理着地方的军政事务 一方面在于皇帝 包括皇帝周围的那些小人们在周旋 另外一方面 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讲学 正是在这种生命经受着不断的磨难的过程当中 他再一次完善了他的思想 提出了良知学说 郑德十六年左右 他在赣州就开始宣讲他的良知之学 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定盘针 这个定盘针 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定盘针 那是因为他能够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为我们指导方向的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实实在在的按照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定盘针的指引去做事 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这个定盘针 在杨明先生那里就叫做本心 他也把它叫做良知 杨明先生提出良知学说 代表着他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代表着他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 也代表着杨明学的完成 他开始讲良知之后 在此后的全部生活过程当中 在全部他的讲学过程当中 从来没有离开良知这两个字 我们今天讲杨明学是离不开良知学说的 也因为良知学说在后代的流行导致了中国思想发展格局的改变 所以讲到这一点应该说 他在这一种艰苦 他在这一种艰苦 条件艰苦 身知极度匮乏 实时面对着生命死亡的状态当中 杨明实现了农场误导致实现是实现了一种生命的境界的飞跃 他当时就已经领悟到圣人之道无性自主 那么也就是说他一直在追寻着的圣人之道 应该在什么地方 在内心 我们通常人往往会把所谓的圣人之道把它当作一个东西 好像我们要找东西一样的去寻找它 在杨明先生看起来那一定是误入歧途的 农场之后 他把自己农场误导的思想精髓概括为知行合一 开始特别强调知和行的不可分离 把知识本身当作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把实践的过程还原为知识的形态 这个知行合一思想在整个儒家思想当中来说 应该是有这个根基在的 本身就有根基在的 但是杨明先生很明确的把它提出来的 在整个江西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事物的处理当中 他说秉承着的或者说他说实践着的 就是知行合一思想的精神 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一点 我们也都还记得 杨明先生从小就是立志要做圣人的 他十一岁的时候就立志做圣人 当他农场悟道之后 非常清晰的把圣人之学概括为心学 所谓圣人之学心学也 圣学在杨明看起来那就是圣人之学 而在儒家的思想当中 修生养性是极其重要的 修生养性非常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修生养性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然后使自己到达一个圣人的境界 那讲到修生养性 比如说在孟子那里 按照孟子的说法 那就我们必须是要在实践当中 在不断的动心忍性当中 我们才能够使自己的心变得充沛起来 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人心充沛 才有可能是我们真正到达一个崇高的道德的境界 那什么叫做动心忍性呢 我们从杨明先生的生活四季当中 我们可以领会到什么叫做动心忍性 比如说杨明先生当时去评定周成豪谋反这个事件 他当时实际上是一个过境官员的身份 他去评定周成豪的谋反 原本是可以很坦率的讲 他甚至可以不管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不管 而是以他竭尽他自己的所能 在很短的时间里头把这件事情平定了 平定完了以后 他没有受到任何奖赏 没有得到朝廷的承证 甚至还有很多人把这件事情拿来作为他谋反之罪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诬陷 我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 在杨明看起来 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他的心体的原来的样子的 当我们每一个人处在那种像杨明当年所处的那种十分纠结的 自己的内心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取柔的 但是我们还能够不掺杂自我的任何的私心私利私欲 而是仍然出以公心 按照自己本心所领会到的那个样子 去实践自己实践公心实践公义 这就叫做动心忍心 正因为经过不断的动心忍心 杨明先生在自己的生活实践当中领会到一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原本就有一个自我的灵明 那就是我们的本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知在 他曾经讲过一个意思 他说自从农产之后 他所领会到的圣人之道就不出良知两个字 只是当时点不出这两个字 只有经过朱成豪事件之后 在那样一种特别纠结的内心的困苦当中 他才特别的领会到了良知二字 所以他不断的提过这个意思 良知两个字 是他自己在百死千难千难万贤当中体会出来的 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那么什么叫做良知呢 在杨明先生看起来 良知也就是我们的本心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 简单的来讲 良知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点 按照杨明先生的说法 良知永远存在 他是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诞生而诞生的 那么也就是说 良知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 他是先天的 所以良知就是我们的天德 他是永远存在 不会被消灭的 第二点 良知自己永远都知道他自己的存在 他也永远知道外面事物的存在 他永远是清醒着的 我们平时说话 我们平时做事 良知都知道 所以他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言行的内在的监督者 他永远是常醒醒的 当杨明先生把这个意思告诉他的学生们的时候 他的学生有一个问题 他说我睡着了 然后我就对外面的事物不知道了 没意思了 他良知是不是也睡觉了 因为杨明先生老是讲常醒醒的 杨明的回答非常风趣 他说我为什么喊你一声你就醒过来 良知永远是不睡觉的 正因为良知永远是清醒着的 所以哪怕你在睡着的时候 他也在清醒着 所以我一喊你阿三阿三就醒过来了 如果没有你那个良知 你还能醒过来吗 第三点 良知永远能够知是知非知善知恶 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说话我们做事 做的几分 你是尽心尽意去做的 还是假心假意去做的 你是为博得某种利益而去做的 还是真真切切的你自己本来就要那么做的 旁人可能不一定十分清楚 你自己会非常清楚 所以按照杨明先生的说法 我们每一个人正因为有内在的良知 所以我们才真真会懂得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真正糟糕的问题不是在于良知不懂的判断 而是在于我们人不按照良知的教导去做 这就叫做知行不能合一 若是知行合一 我们就不会犯错误 只要听从良知的引导 我们就不会犯错误 给大家举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例子 比如说小偷要去偷东西 他知道不知道偷人家东西是不对的 毫无疑问他是知道的 如果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背着人 为什么要在半夜三更 为什么要不让人家看到 他为什么还要去做小贼 用以杨明先生的观点来说 那就叫做知行不能合 他没有听从良知的教导 如果听从良知的教导 至少可以天下无贼 哪还会有做小贼这件事情 所以杨明先生说 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正因为我们都有良知在 所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是自己摆脱日常生活当中 各种各样的私心私利私欲的束缚 而进入到圣人的境遇 如果没有我们的良知 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圣人呢 怎么可能做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人呢 按照杨明先生的观点 按照良知的教导去做 那就才叫做高尚 良知使我们变得高尚 所以上面讲的三点 如果我们给他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 那就是说 从第一点来说 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作为人的存在的根据 他是我们的生命本源 从第二点 良知不仅是自知 而且是能知 这个意义方面来说 他是我们知识的根源 是我们人有能力获得知识的根据 是理性的本源 从第三个方面 良知知善知恶知是知非 这一点来讲 他是我们每一个人 之所以可能成为有道德的根据 他是我们的德性本源 正因为如此 他是我们的生命本源 是我们的理性本源 是我们的德性本源 所以 杨明先生说 他良知才是我们真正的本性 王杨明的良知觉说 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良知说 另一个是智良知论 良知说 产出了王杨明心中的天理 而智良知论 则产出了如何达到良知的方法 也就是说 如何使良知呈现 他自己原本的样子 万元知 良知说 就是王杨明的世界观 智良知论 就是王杨明的方法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王杨明的方法论呢 在杨明先生那里 智良知 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杨明先生的整个思想当中 智良知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层面 我们刚刚有讲过 良知在我们每一个人那里都有的 但是他是很容易被遮盖住的 所以智良知的第一层意思 杨明先生就是教导我们 我们同样必须通过自我的精神努力 把遮蔽在我们良知上的那些黑布 一层一层的把它剥掉 使良知显现他自己本有的光辉 举一个例子 或者说打一个比喻 杨明先生也经常用这个比喻 他说我们的良知就好比是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它之所以能够照 是因为它原本是光明的 但是镜子长期长期的不用它 就会变得秀气斑斑 秀气斑斑的镜子 我们只能仍然把它叫做镜子 它仍然是镜子 但是它还能不能照 它已经丧失了照的功用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磨 我们把这个秀气斑斑的镜子 上面的秀气给它磨掉 镜子就会怎么样 恢复它原来的光明 它就仍然可以照 一点都不亏欠 所以严明先生说 我们治良知第一要做的就是要磨镜子 把我们遮蔽在我们本心上面的 各种各样的贪欲私心私利等等 把它去除掉 这就是革物置之 这就是修身养性 这就是恢复本体 这就是治良知 通过这样子的不断的世上磨练 我们在实践当中 也就在我们的生活实践当中 我们不断的去做 不断的去磨砺 不断的动心忍心 终究良知会显现它自己原有的光彩 而一旦良知闪现它自己原有的光彩 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的境界已经到了一个超越流俗的境界 这就是往圣人的道路上面靠近一步 请注意 治良知在阳明先生那里 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完全是一个实践问题 治良知一定是要体现在生活的实践过程之中 杨明先生讲治良知的第二层内涵 那就是以前边一个未前提 我们使自己的良知显现在我们的内心了 那你还要怎么样 你把它表现出来 用杨明先生自己的话说 就是要治良知于世事物物 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 你不能说我有良知 我有良知 我的良知很光明 不够的 你必须拿出来显现给我们看 那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自己内心 你通过我们前边讲的磨镜子的那个功夫 所磨镜了的良知 把它表现出来 治良知与世事物物 在杨明先生看起来 这就是正心 就是诚意 就是德物 因为在杨明看起来 良知本来就知事知非知善知恶 正好比镜子能造尽一切事物一样 一切事物到镜子面前 他原本是怎么样的镜子显现一分一毫都不差 就是他事物本身原来的样子 所以杨明先生说 我们一旦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实实在在的去治良知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所从事的一切事 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工作 就能够还原他原来的样子 该当如何便是如何 这个是治良知的第二个方面意思 不论从哪个意思上面来说 知行合一 在杨明先生那里 都是作为一条最根本的原则被强调的 从前边来说 实际上使自己的良知呈现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说 你毫无以为 你必须是自我承担的 其他任何人都帮不了你的 必须是自我承担的 它是自我的一种内在的意识活动 知就是行 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说 杨明先生常常说 知行合一 本来体断也是如此 从第二个意思上面来说 我们把良知置于事事物物 因为人是要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无非两个打交道 我们和人打交道 我们和事打交道 无非是打交道 所以正是在这个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事物来到我的面前 但是如果说我的心 按照杨明先生的观点 如果我的心是被各种各样的私欲私利所蒙蔽着的 你能去恰当的处理来到你面前的各种事物吗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自良知 我们以一个光明的心体 光明的坦荡的态度 去对待来到我面前的各种事和物 事事物物 就能够按照他自己的原来的样子 该当如何便是如何 所以在杨明先生看起来 这一点太重要了 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 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不道德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违法乱纪 各种各样的坏人坏事 关键问题在哪 仅仅在于每一个人不懂得去正视自我内心的良知 不懂得在生活当中 把我们内心所体认到的 善真美表现出来 如此而已 所以在杨明先生看起来 如果真正坚持知行合一 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良知 贯彻到我们的生活时间当中 那么这样子 才能够使我们真正通达于一个圣人的境界 王阳明经常讲的四个字 是心外无物 也经常说无心外之物 关于这一个说法 一直引起我们的误解 我们通常会觉得 一个事物 它是存在于我的心外的 也就是所谓的客观的 这种事物存在的客观性 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毫无疑问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是这样子的 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 我们如何可能理解一个事物 如何可能认识一个事物 如何可能领会一个事物 它对我们的意义 按照杨明先生的观点 事物毫无疑问 它是可以在我们的心外的 但是 当我们 只要它来到我面前 我们马上就能够领会到它的意义 领会到它的 了解它的存在 或者说对我们才会有益 而当事物来到我面前 成为我的认识对象的时候 按照杨明先生的观点 实际上它就已经怎么样 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世界了 它就已经不再是在我们的心外了 我们刚刚有提到过 人在世界当中生活 是要不断的和人和物打交道的 所谓的打交道 那也就是我对你有影响 你对我有影响 这叫做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我们仍是在不断的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把我们自己和外面的人 外面的事 外面的世界 不断的联系在一起 成为一个整体 如果我们不打交道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如何可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 去认识世界 我们很难想象这一点 那么按照杨明先生的观点 既然我们是要不断的和人物打交道的 那么人物他就不断的在进入到我的思想世界当中来 所以我们的实践能力越是强大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世界也就越是广阔 反过来说我们的思想世界越是广阔 也同时要求我们的实践能力越是强大 我如果假如说我出生到现在 我从来不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然后你再跟我讲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 外面的世界多么浩大 我恐怕一点观念都没有 这也是我们人生活的一个事实 所以杨明先生告诉他的学生们 首先说 他说我说的无心外之物 他说那个心不是那一团血肉 这个心是一团血肉 他说如果是那一团血肉 如今那已死的人 那一团血肉还在 他为什么不能视听言动 也就是为什么眼睛不能视 眼睛不能看 耳朵不能听 四肢不能动 嘴巴不能言 我所说的心 是那能使视听言动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精神 那才是我们的主体 这是讲心的第一个意思 更重要的意思 杨明先生讲心外无物 是说 我们是在不断的通过我们的意识活动 把它转换为我们的实践活动 我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 不断的把自己和世界融为一体 有没有那种脱离我们意识存在的 纯粹的客观性呢 毫无疑问是有的 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今天讲 不仅就是我们今天对杨明先生讲的无心外之物 往往会引起误解 就杨明的弟子们 那些亲自聆听杨明教导的学生们也被领会的 举一个例子给大家 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 就有一天 杨明先生和学生们一起在会计上游玩 春天的时候 山上花开得很灿烂 他的一个学生就问杨明先生 他说 你经常告诉我们无心外之物 他说那山崖上的花明明在山崖上开着 在山间自开自落 他怎么就在我的心内了呢 这个问题我相信不仅仅是杨明弟子的问题 也是我们今天许多人的问题 杨明先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回答 他说 他说你没有看到这个花的时候 那么这个花和你的心同归于寂 他说当你看到这个花的时候 那么花和你的心便一起分明起来 这个意思很有趣 杨明先生从来不否定在我们的心外是有客观性存在的 但是他把这种客观性叫做一种忌的状态 忌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 所谓的忌那就是不明显 没有显现出来 但是毫无疑问 没有显现是一种事物的存在状态 事物可以显现有一种状态 也可以不显现以一种忌的状态而存在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杨明先生当时到封城之前 朱成豪谋反作为一个事件已经发生了 也就是说已经作为一个客观事实而存在了 但是在杨明先生到达封城之前 他并不知道周成豪谋反这一个事件 那么也就是说周成豪谋反这一个事件 对当时的杨明先生来说就是一种忌的状态 当封城县令固毙告诉杨明周成豪谋反了如何如何 周成豪谋反这一个事件 马上就作为一个事件显现在杨明的面前 那么也就是说他马上就进入到了杨明的主体世界当中来 所以他才可以马上进行分析 进行涉谋划测进行处理等等 他才可以进行恰当的处理 所以杨明先生讲无心外之物 这个意思并不是要否定事物存在的客观性 而是强调人是通过自己的主观的活动 通过自己的生活的实践 把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联系为一个广大的整体 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讲 我们的心灵世界越是光明 我们的世界便也会光明 我们的心灵世界越是扩大 我们的生活世界便也越是扩大 这个是我们自己实践的结果 所以这个世界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人都必须承担起他的责任的世界 杨明先生讲这个治良知的意思 在我看起来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上面所讲的仅仅是杨明先生关于良知和治良知思想的非常简单的一点点介绍 毫无疑问 那绝不是杨明思想的全部 但是对于良知的这一个观点 不仅仅是杨明先生自己觉得那太重要了 我想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也仍然很要紧 他至少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一些我们平时不太去思考的事情 在杨明本人从政德的十五六年开始 一直到加进六年之前 他一直在宣讲自己的良知学说 他在绍兴的时候不断的在讲良知 曾经有一位朋友问他 他除了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王阳明回答说 除了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所以在杨明先生看起来 良知就是圣人思想的全部精神 是学问的大头脑 每一个人接受教育 讲究圣人之道 最重要的就是力气良知二字 非常遗憾的是 杨明先生这种讲学的活动 他自己当然是十分之喜欢的 在政德十五六年一直到加进六年之前 他大量的时间当中他把自己在讲学上度过 其中仅仅是他父亲王华去世 那么有三年按照古人的规矩 他没有讲学 他大量的时间把自己消磨在了青山绿水之间 消磨在了和弟子们一起商量盛学的讲台上 但是这种相对安闲的讲学生涯 杨明先生也是非常清新的讲学生涯 到了加进六年 又由于朝廷有突发事件 他不得不中断 杨明先生不得不再一次用他病弱的身躯 去支撑起明王朝这座刑建清赋的大厦 具体情况如何 咱们下次再说 在被朝廷弃制六年之后 蒙受不白之冤的王阳明又突然被启用 疾病产生的王阳明踏上了他人生的最后政策 工军卓入的王阳明 为什么在死后还被攻击陷害 传奇一生的王阳明 又将以什么样的思想火把点亮我们的心灵 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 传奇王阳明最后一集 此心光明